第六場4班1800米 這場賽事比較難 第一是在3T的尾關 整場4班1800米 這場合很容易爆 三、四班的1600米以上很容易爆 所以這場賽事我自己覺得 看看你有沒有特別的心碎 我自己覺得 神舟福星這場賽事差不多是來的 上一次第一次學4班1800米 陳嘉禧看不見直路挫 對著福多寶 被人拋得光 但看看片段 你現在在內欄 其實這個位置好像有很多馬上 你看看他這樣打下去 走到死位置就暈眩 你看到這樣找位置 再換位置 再衝 馬已經沒有了momentum 好像騎不定 還要這樣 前面三隻訂了 開心日子 福多寶 和這個 千金一落 和這個開心日子都會在這裏 那 怎麼稱呢 我都不太懂得怎麼稱 我投降的這場 如果你看到這裏 你可能會罵我 但真的投降這場 即是這場是沒有心水的 我不想隨便給那些馬給人倒 即是這場馬是亂到七彩 即是如果你選到 不如倒一隻 那OK 我給你一隻 那你倒葉楚行 蒜頭爺爺 因為葉楚行 這天那個 那個出馬 那個 暴震是非常之強 那就再看吧 葉楚行 有燈膽精英 霸性暴風俠 赤水神 他蒜頭爺爺 和黃濤 兩隻用雷神 兩隻減榜神 加起一隻潘頓 應該都不會玩東西 而且葉楚行用得潘頓 是有料到的 不是隨便藥 喝茶吃飯 那我自己覺得 你可能會安心一點 倒這隻蒜頭爺爺 和神州福星 這兩隻 其他馬 上次博多了 千金一落 開心日子的神經刀 幸運精選 可能可以拖 這三隻是最好的 我覺得